电影剧子《少艺夫少爵士》 它的原名是《少仁仁》 因为名字是《仁仁少》 他在1907年10月14号生于上海 由于兄弟姐妹八人 他排行是第六 所以电竞的朋友都称他为六苏 由他一手建立的《少氏电影王国》 曾经制作过千部的电影作品 也栽培了一代又一代的 目前幕后的精英 您好 我是郑佩佩 欢迎收看《少氏大排档》 再见 再见 年龙叔很风趣 其實我們都不太多機會接觸到六叔 不過我就知道他是很多好朋友 好像伊聯西八太來一樣 我記得有一年他就請他來一個派對 我也有份出席,很榮幸 六叔很有眼光 直到現在我都很蠻佩服他 就是能夠這麼高齡還是腦子那麼清楚 而且在那個年代已經看到了電影 將來就是電視取代他 我對邵先生非常感謝 假設不是他的話 我沒有這個十四年號演 不是他的話 我也沒有經過清澄來演 我們週末時拍攝的時候 晚上睡不睡 還沒回來睡 他都來片場巡邏 一早他很起床 就來看看你們開工沒有 人家很和的,很傾的 他一看到我就說 他跟我說上海話 他說Clarence 他說我96歲了,你多少歲 邵先生,當時我是初生之族 對他在邵氏公司的大老闆 是望而生為的 或者他對美國贏不贏 對美國… 他家裡對人家 就算是否賤人 陸叔 差不多像我當爸爸 他養大我 所以到今時今日 我都很想念陸叔 這個老先生 我當作為紙疾 有時候還很難得 他還請我郵佛 差不多中國很多名山聖景 都是他帶我開眼界的 那時候他都七十多歲 我小時候也會說 他有時候在樓下的洗帳 或者他上班 他一組… 他也是跟我們走那條斜路 我們經常懷疑他 打底那套羊毛底衣 一定是天下最貴的 因為他很冷 他穿著那時候的太空外套 還有義勇 他說陸叔很厲害 還是那套薄薄的黑西裝 穿衣服、領胎 不容叫他披衣、大衣 身體很好 他當時已經七十多八歲 他去拍展還很生猛 要吃很多東西 方小姐說不要吃那麼多 他真的很開胃, 什麼都吃 而且很開心 我記得當時我們跟小姐 在她的房間談七小福 拍到後期的時候 究竟還要拍多少天 怎樣… 當時我記得 我記得立即在門口 跟她的鸚帽玩 是 在跟她的鸚帽說話 我們在裡面說到自己的 鸚帽就在嘲笑我們 整個手廊 每個人都很舒服地 看見過程之下 在鸚帽在鸚帽裡吵 是… 你的六叔有什麼感覺 其實他很…很黃皮 因為你在沙士 你跟他的手 你知道他不是說 平常你們見到他很嚴肅那種 他沒有, 他都會跟你鬥 會玩 真的, 我第一次曉得 真的… 是嗎 那時候又跟父親 跟其他的人一起 每天看見 你小孩都很皮 他們都會鬥他 拿那個蟑螂丟他 放在他包包 都會這樣跟他玩 所以我反而沒覺得他很嚴肅 到現在我都沒感覺到很嚴肅 是一個巨人 是我們電影界的巨人 現在可以說 譬如說在其他地方 比如說香港的一個電影圈裡邊 大概有百分之九十的演員 或者是工作人員 都是可以說是曾經跟我們老闆 沙老闆做過事情 從他那裡出去的 是一個巨人 我覺得當年沒有 在邵先生沒有沙老闆之前 那個華語電影 不能夠說他很進步 但是自從他真的把這麼大的投資 令到連外國的人都注意到 香港是一個荷利文 香港也有一個荷利文 我覺得這是他的功勞 他很高興 因為每次我遇見他 當然我們平時很遠看他 但很多時候很接近看他 很接近看他的意思是 因為每天有個時間 我們專門去看舞片 通常是四點鐘 待會有舞片出現 當你進入放映間 零食有位是警察坐的 很多時候他會坐在這裡和我們一起看 很多時候我們… 小姑娘不可以讓大人坐在這裡 基本上我們可能要坐在地上 有時候可能會坐在老師旁邊 老師就很靜心看你的舞片 有時候我們看電影 就去老闆視片間看每天的日常 他偶爾遇到他在看電影 他在看外國的電影 就會有一個翻譯彩在他旁邊 讓他看一本電影 翻譯彩在他旁邊 有些人說這些對話給他聽 有時候看完電影 會說兩句 跟劉師傅說兩句話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挺印象的 我在《雙四》那段時間 他還是每天在師片間裡看 一到兩部電影 每天不斷地這樣做 就到最近的幾年 他不拍電影了 他也在外面的戲院 每星期總要看幾部戲 所以這種對電影的夜愛 我覺得是對我來說 一個非常大的感染 我對師傅不熟悉 但我覺得他是一個 很熱愛電影的人 即是他… 即使我那時候又去拍電影 沒甚麼機會見到他 但通常都透過科娃小姐 其他工作人員 都知道他經常問這部電影的進度 拍成怎樣 經常… 我們看完毛片之後 他會自己抽空間看 又聽他們說這部電影 即是… 如果一個生人 如果他不喜歡電影的話 這行業很難做 他真是一個中學很喜歡電影的人 我會不會想念 我會想念 我們的電影